至少一个星期到十天 他长这么大 他告诉我两天 喂的那个饲料啊 就是让他长了 化学的 那这个就带着一个病菌了 他长得那么快 他说一个鸭子卖出去的时候 大概不到两个星期 就长那么大 就卖了 不像话了 在从前我喂鸭子 大概喂半年了 他现在两个星期 我听说台湾的时候 这个猪鸡子的时候 好像是六个星期 那个猪就大了 哪有不生病的道理 我从前曾经问过 方东美先生的夫人 方老师过世之后 我一直都照顾她 我有一天问她 我说师母 你想想看 你们现在吃的猪肉 吃的鸡肉 跟三十年前 你们吃的味道一样不一样 她想了大概五分钟 告诉我 不一样 三十年前 你们吃东西 它都是养在野外 自然的 现在都是养在笼子里 养在笼子里 坐牢啊 出生下来就坐牢 一直到北沙 那是什么心情 你以前养在野外的时候 那个心情舒畅啊 所以我做我想象当中 肉一定不一样 她告诉我 真不一样 不能吃 从前的肉可以吃 现在肉吃的时候 哪有不生病的道理 奇奇怪怪的病 病从口出 或从口出 我们传播谣言 就是火 火从口出 不可以传播谣言 这是不可以乱吃东西 现在就吃素菜 也很麻烦 素菜有农药 有农药有化肥 所以连素菜都不干净 但是总比肉食要好多了 所以现在最好是什么 自己种菜 哎呀 才安全 那我们在澳洲呢 澳洲我们自己有土地 我在澳洲住的这个小地方 但小地方在香港就不小了 我的院子是28个一亩 算中国呢 大概是100多亩地吧 大概差不多170亩地 就很大了 在澳洲是不大 在澳洲是不算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菜园 那我们的菜园 没有化肥 没有农药 我们种的菜 可以供养300人吃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呢 我们到场大概只有七八十个人呢 我们吃不完的就送个信徒 那所以信徒到我们那里来 吃了之后一包一包带回去 自己种啊 这是最安全的 最好的 第八个问题 第一次四叶不顺时候 去一间宫庙问四叶的问题 那一位鸡同说 我是神明的代言人 臣戒贴命 要当鸡同来普渡世人 要佛道上修 如不依从啊 神明将会阻扰弟子 一切不顺利 弟子想请教 有这回事吗 这个事情啊 叶玉说得好 你信就有 不信就无 你信不信呢 你要信就真有啊 佛家讲得很好 一切法从心享生啊 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合理 你不相信就没有 你要相信他呢 那就真有 为什么有呢 使你信心变现出来 这个不合理啊 神聪明正直 为之神 如果你有点小事情 这个神呢 就要来找你麻烦 他不是神 他是鬼 鬼才会找人麻烦 神不会 佛就更不会了 佛跟神都大慈大悲 你有困难 他来帮助你 他怎么会阻扰你 他怎么会找你麻烦 理上讲不通 这个佛囊有这回事情 我从小就见过 我也很相信 这个事情一直都有疑问 所以过去 我曾经问过张家大使 我就把从小时候 我在福建 福建这个风气很深 但是那个时候 我看到很相信 因为福建福兰的时候 他这个福兰的人呢 不是专业的 找哪个都是街上啊 那个时候要卖水啊 挑水啊 砍柴啊 没有自来水的 都是挑水的 都是做苦力的 又不认识字 找两个人来 来扶了个像本机一样的事 当中一个龙头插着一只鼻 一个人扶一遍 写的那个字 他们不认识字 也不会写字 在沙盘里写的字 写的很规矩 我们小孩站在旁边都认识 写的很慢 我相信 但是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 台湾这个机同是专业的 别人不能代服的 而且的时候 在沙盘上写的 写字写的快 他口里头念念 有次都念出来 一个小时写 一两千字 我们在旁边 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就很怀疑 我就问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说 这都是灵鬼附身 绝对不是真的 冒充佛菩萨 冒充神仙 神仙佛菩萨 哪里会管这个事情啊 灵鬼 他就讲的是 满清王国 就王国在弗栏上 慈禧太后相信 所以满清 从前的皇帝 读入书 请专家学者到宫廷里讲学 慈禧把这个废除 他过家大师的时候 有疑惑 就到卵坛里头 请这个秦基 那个鬼神就乱指点 把他过去搞忘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不能相信 你绝对不能相信 他讲的是善的 正面的 可以参考 如果讲说负面的 不可以相信 那当然最好 你不要接触 这不是正道 正道还是佛的经典 儒家的经典 教你伦理道德 这是正道 行正道 这些鬼神都服你 鬼神都尊敬你 所以对于这些鬼神 我们的态度是敬而怨之 敬鬼神而怨之 云不跟他学习 也不必去得罪他 这样态度就很好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这个留在下一个星期五 再答复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个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